看一下那个单元的第六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大概前面上课 今天上到今天的话 已经是第15次上课 那所以前面东西 其实都在云端上面 那每一次上课一样 我也把它PO在这上面 所以上个礼拜上课主要是 我们就是针对那个 筛选 其实就是查询 做比如说除了查那个文字之外 也查那个数字 所以有一个筛选总价 那另外的话呢 还有那个相关的 比如说像那个日期的部分 等等的 另外会有举一个所谓的枢纽分析图 其实图跟表 枢纽分析图实际上 它就会自动帮你产生 先产生表 自动再产生图 不过呢 你要做枢纽分析图表的前提 就是你要资料先准备好 所以很多人比较没有概念 想说把资料就随便丢给他 他就帮你处理吧 但绝对不是 你一定要先确定 你要先 比如说第一个就是 哪一个日期到哪一个日期 所以你要先把那个日期之间的资料先准备好 然后你要查什么 比如说业务人员 他销售哪些产品 销售的数量 所以你基本上 比如说像枢纽分析 它一定会有 纵向的嘛 那你可以把主要的资料放纵向 横向的资料的话呢 放在次要的 它要统计什么 你就把它放在中间 如果你要统计的是它的数量 你就把数量放进来 一般还会统计什么 统计它的金额 你就把什么总价放进来 它会自动怎么样 帮你做一些群组的 实际上就是自动帮你设清单 重复的东西就放一起 比如说哪个业务员 总共可能一堆嘛 很多比数 所以它这个概念呢 基本上是从资料库来的 只是把资料库的那种复杂的概念 资料库里面有群组的概念 那它只是把那个资料库群组概念 把它搬到枢纽分析表 不过前提就是说 你要先把资料先准备好 而且那个资料还不能乱七八糟的 每一栏每一栏 好像有些时候啊 有些人 我觉得是比较没有资料库的概念 所以栏里面还放一些什么 合并储存格吧 这个全部都台北 它就全部就合并储存格 就一个台北 可是这样就有问题了 为什么 因为你尽量还是不要 随意的什么合并储存格 在资料里面 为什么 因为你合并之后的话 那变成怎么样呢 每一列都要有个台北 可是你中间却弄了一个 这些全部 那这样子就不合理 所以你可能要先把资料先恢复成类似资料库 资料表的那样子概念 才有办法做后续的处理 特别注意 这个概念还蛮重要的 OK 那其他的话呢 我们还有做一些批次的动作 所以上个礼拜把那个单次改为批次 那增加了一个所谓的批次删除功能 那后面当然我们还做一些 我demo一下我们今天要做的 基本上我先把这个批 这边总共 在那个我们的云端上 总共可以看到 大概后面我们今天呢 至少要做几个动作 当然第一个就是批次的新增 那这个批次新增的前提 跟批次新增工作表的前提是 你需要在这边先建一个清单 针对这个清单做什么呢 做批次新增 那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要批次新增之前 我先点过来 你会发现业务 所以呢 上个礼拜有讲过嘛 你可以先针对业务人员利用什么呢 利用资料里面的移除重复 帮我移除啦 不过上礼拜好像也提过 如果2003以前的版本 要不就是自己写VBA 要不就是好像同学有提供一个 还蛮好的功能 就是进阶筛选 可以啦 不过进阶筛选好像 他就没有办法放很多栏 他可能一次只能处理一栏吧 我都是处理一栏 对对对 像他这边有四栏 你可能要分四次处理了 对 那这个当然 至少就是说 如果你是用旧的工 旧的2003以前的话 那另外清单里面 还有像产业别 产品跟客户名称等等的 那这些是属于文字筛选的 文字筛选的部分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最后功能就是 批试新增之前 我先批试删除 怎么做批试删除 那么删除的话 我是希望怎么样 帮我把那个从最后面一个 记得删除是从后面删过来 所以呢你可以 for i 等于 sheet.com 就是总共工作表有几个 到三到第三个就好 因为要留两个 然后呢 记得用那个sheet i 刮户i里面的 点Delete 把那个这个这个我要的三三丸 三到剩两个 另外再来做批试新增 那批试新增 我是根据这个清单的 二到七 假如说我今天希望呢 针对这个列是二到七 列 蓝的话是A蓝 自动帮我新增这五个 五个那个业务姓名 到这个工作表 不过呢 我新增的话是空的 按下P字新增 那你会发现这边的话 就有什么 小咪小张 那这个地方的话 根据的是什么 其实就根据 这边 有没有 自动帮你新增 这六个在这里 但目前 它里面还是空的 所以后面的动作是什么 我们还要再跟筛选 做结合 结合之后的话 比如说你筛选完之后 然后把筛选的结果 贴到这些空白的 这个所谓的那个 里面的话 那当然我们就完成了 这怎么做 我想我们等一下再来看 所以后面的话 当然我们有 批试新增 批试删除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 再来才是批试 筛选业务 也就真的把资料怎么样 通通帮你把它倒进来 倒到哪里呢 倒到这边来 OK 不过你会发现 筛选完之后 这些全部变形了 有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之前讲过那个问题 这个没有 你要把它怎么样 先 我帮它恢复回来吧 那这边又 恢复的话 你可以按那个右键 右键才能选取 然后再把它全部 再把它变回 那记得 一次其实可以全部 把它按右键 这边有个物件格式 摘要资讯 记得 大小位置不随 储存个改变 按个确定就可以 这样子你再来变 它就不会 不会变形了 不过 因为 2010以前的版本很奇妙 2010以前的版本 这个会变形 可是2013以后的版本 就不会变形了 所以因为这个 我之前有在其他地方上课 其他地方用的2016 2016奇怪就是不会变形 所以不会变形我就没设定 没设定期 那来到2010就会变形了 所以这一点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 那第三个就是批次筛选业务 就把这些什么 通通都筛过来 那当然你可以再做后续的 比如说像苏纽分析 那一样的话你也可以什么 批次筛选产业别 产品 客户名称 OK 所以基本上我把它按下 产业别 金融业 资讯业 这些自动就全部过来了 OK 然后产品也是一样 不过筛选客户名称 可能会比较久一点点 有没有 你会翻他52个 不过也是在瞬间 自动帮你把不同的客户 有没有 帮你做分类 OK 所以大概等一下 我们会把这六个按钮 分别完成 那你们也想想想看 这些六个按钮背后怎么做 尽量啦 大家如果你可以的话 自己把它做做卡 如果不行的话 待会我们也在 我有固定的SOP 所以以后你就固定 这样的流程 应该做出来绝对不会有问题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当然 你要把那个 VBA 学好 其实 观念非常重要 一定不要急躁 记得就是先把逻辑搞清楚 因为很多人连逻辑啊 连那个流程都搞不清楚 像为什么我们在讲 批次 筛选之前先讲单次 因为你单次都做不出来 你怎么可能做批次 批次就是很多次的意思啦 OK 那如果你单次做完之后 你再去处理批次 那就会变得比较简单 那你要做批次的话 我们这边会多一个清单 那你根据清单 去做后续的事情 这样子的话 不就变简单了吗 OK 应该可以理解这个道理 所以呢 记得就是要 按部就班 而且 尽量就是掌握要诀啦 千万不要 就是 到处学啊 因为我发现有 自己乱看书 然后看这边看那边看 看来看去 最后每个地方其实都 好像都可以 可是你最后他搞不清楚 到底为什么全部都可以 然后他也不知道哪一种方法是最 所以最后发现 其实 最重要 掌握一个就好了啦 说真的 那你要选那个最简单的那一个 你千万不要选那个最复杂的那一个 因为其实 条条道路通罗马 就像来这边上课有各种方法 对不对 你也可以开车 你也可以骑车 你也可以坐公车 你也可以搭捷运 对不对 你也可以骑脚踏车 你也可以走路 对不对 方法很多 那接下来 我会给各位的就类似像 这 处理像刚刚这个问题 方法也非常多 但是最后为什么选这个方法 因为这个方法 是 最经济实惠的 因为像现在 很讲用CP值 这种做法 如果以 买东西的CP值来看 这种方式应该是CP值最高 为什么 因为花的时间 学习的时间最短 但是所获得的效益是最高 但是你 也不能说全部 刚开始可以 也许可以要求 那不过慢慢的话 你可能要再向下提升 向上提升 你不要一直就是 只是 顾虑到那个什么 CP值 等等 所以请各位先 把那个刚刚讲的 总共有六个按钮 那这个部分的单元是在那个我们的 就是 云端上面 找一下那个我们的云端白板 里面的单元 第六 单元第六部分 就这么多了 谢谢观看